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 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又来到了延安火车站 结束了我在延安的旅行 我下一站将前往陕北榆林 榆林号称是中国的科威特 有着晒上明珠的美誉 现在我准备进站 我现在已经进入到延安火车站的后车室 人好少 非常的空旷 这边是服务中心 电子屏上显示的是列车的班次 基本上汗不到几个旅客 这是我见过的最冷清的后车室 我在二楼后车 现在我们上二楼 我现在是往北走 往北走的旅客就很少 南下的就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延安火车站的后车室 非常的有特色 开始检票进站了 已经进入到站台了 这边是一列印煤的车 山北的能源非常的丰富 煤和气非常的多 火车嗨过来了 熟悉的绿皮车 山北的妹子还挺质朴的 我是四号车厢上车 这么多人呢 不可思议 我还以为没什么人 我都在这 老板 这是我的位置 欣赏一下黄土高原的风光 革命老区延安 建设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准备下车了 车厢里挤满的人 大美榆林 我来了 榆林号称中国的科威特 是一座以能源为主的城市 看一下鱼林的城市建设 很大气 火车已经进站 准备下车 下车了下车了 下车呀 人山人海呀 这也太震撼了 没想到北上的火车这么多人了 这跟南下的河流差不多 现在我们准备出站 鱼林火车站好繁忙啊 鱼林这边的气温有点低 还是有点冷的 又要提箱子了 现在我已经抵达鱼林火车站的 站前广场了 我们看一下鱼林这座城市 建设的非常的震撼 一出站 就被鱼林这座城市震撼住了 鱼林是一座能源之城 这座城市建设的太好了 鱼林虽然是一座能源型的城市 但环境还是非常棒的 天空也很难 鱼林这座城市的GTP 6000多个亿 位于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第一 这座城市还是非常具有实力的 接下来我将开启我在鱼林的旅行故事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让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